近日的热播剧风起洛阳 自从上线以来 就一直毁于参半的陷入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中 特别是剧中男主的范围之争 更是让当红小生王一博和黄轩 成为了网友争执的焦点 因为知名大位在社交账号上 发布的一篇名为配角强戏 尴尬营销的题目的小文 更是把矛头直指王一博 而网友们在评论区 对于黄轩和王一博 谁才是心里的男主 也是不依不饶地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看到话题的持续发酵之后 风起洛阳的官方账号 终于正面回应了此事 直接定性了两个演员 谁才是剧中的领衔主演 从官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 两人都是剧中的男主 而女主毫无争议 就是当红小花送见 其实所谓的范围之争背后 是有关流量男星和实力男演员 两个不同粉丝群体的较量 琪琪认为剧中的主演 不管是王一博还是黄轩 倾尽全力把风起洛阳 完美地展现大家面前 才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其实纵观风起洛阳整部剧 不管是跌宕起伏的剧情 还是呼之欲出 却又很难分辨的背后大boss 都是很好的看点 而演员们的表现也算是各有千秋 都拿出了自己看家本领 两人不管是形象 还是角色定位都相去甚远 不可否认黄轩的演技确实很好 但是王一博在戏中的表现 也是可圈可点的 除了演技之外 帅气的外形和庞大的受众群体 都让王一博丝毫不逊色与黄轩 况且一部影视剧的成功 是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身为河南洛阳人的王一博 不管是人们还是热度 都可以说是风起洛阳男主的博尔人选 其实琪琪认为一部剧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剧中演员们和幕后工作人员 是否可以紧密配合 一个角色的成功与否 在于观众们是不是由内心里边 真正的肯定演员的付出 就目前观众对风起洛阳的讨论评价 不论是对剧组的工作人员 还是各位演员的付出都是一种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